量身定做 可能你插入函数 之前我们在使用Excel裡面 那我们一定是插入函数 我之前有讲过 这边有这么多类别的函数 不过里面没有一个是手机函数 所以如果你工作里面需要某部分 某一个专门的函数 那我们那个函数最好是什么 跳出一个可能一个对话方块 一个视窗 然后跟我要三个资料 我给他之后 他就自动把我们把结果给带过来 那这样OK了 更简单嘛 可是目前这个 自定函数是不存在的 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个自定函数 写出来 特别是要变出来 你要知道就是说 他是从VBA里面的模组 特别是 我先把最后做完的 那个模组 那个方选 先放过来好了 其实就是这一段 就是下面这一段 当然底下有两个 一个是手机函数 一个是手机函数 然后我把这两段先都 复制过去好了 假设吧 当然我们待会跟各位讲这怎么做 就是这两段 他其实跟刚刚的 之前写的最大不一样 上面叫sub end sub 那这边是function 方选的话就函数 那函数有个end function 一定要是叫function才OK 那你有这两个function之后的话呢 已经写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你插入函数呢 你会发现这边就多一个使用者定义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有写 而且写在VBA里面的模组里面 OK 他才会出现 那第一个 就是制定函数 就是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就是他会跳出 123 那当然这边一个罗伯尔坑 应该看得懂吧 一个电信业者 门号 墨码 就是这三个给他之后 他会自动帮我产生最后的结果 那并且帮我怎么样 产生最后的结果之后的话 我就把最后的结果 带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你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你也不用知道说 到底里面规则怎么做 反正你就是123就OK了 然后呢你就 不过他的缺点跟Sub不一样 Sub是跑个回圈 自动帮你填满 但是Function 你还要自己手动点两下 他才能够自动填满 OK 所以这一点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当然就有同学说 老师这样还是有点不太方便 为什么 因为我们插入函数的时候 他手机函数还要123 三个 那因为一般习惯上 因为三个如果连续在一起的话 那最好是能够刷一下就好 一刷三个直接过来 再处理 又不是快很多吗 对不对 所以同学就问说 老师那有没有办法 不要三个给我一个 那我刷三个给他就好了 这样更简单 因为现在还三个栏位 如果以后是有五个十个二十个栏位 那你岂不是要点超过五个以上都觉得太多 所以最好把它改成什么叫范围 所以待会有一个变化 就是说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叫手机范围的制定函数 反正两个都叫制定函数 差别是说什么 给这个引述 这个会快一点点 有没有 就给他一个范围 他最后结果 还是会给你正确的结果丢过来 一样可以刷一下 就OK了 所以特别说 第二种 这个是因为同学问的 本来就讲到前面的 后面这部分是后来衍生的 他想说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我就补充一下 OK那这部分的话要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教各位 怎么样把这两个制定函数给变出来 当然目前你们电脑里面一定是没有 因为你们电脑里面 还没有在VBA写任何的那个 方式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会存在 除非说你有写任何东西 所以我先接下来 切到那个我们要写的那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大家一样 我们要先切到那个VBA写任何里面 那我把这部分先删掉 我们从头再来 OK那怎么样把这个 如果你现在删掉就跟各位一样 你看插入函数 你会发现在这边就找不到使用者定义 有没有为什么 因为没有任何的方圈 所以之后如果你假设 插入函数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没有 那表示你没有加任何东西 还有一种可能性 同学说老师我加 原来他加成sub 他加错了 他不是方圈 所以你要加对 所以第一个 如果你要加1 先切到VBA写任何 所以如何做制定函数 步骤1 先开启VBA写任何 步骤2的话 请你一定是在模组里面 OK千万注意一下 那我是把它放在模组2 模组2里面 之前有同学也是好像习惯乱点 反正点两下这边摆了就放在这里 结果一纸也不对 因为你写错地方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请务必记得 因为目前入门班 大概就是程式都写在模组里面就对了 请记得通通写模组 不要乱写 除非有特殊需求 那个我也再额外讲 没有特殊情形 请找到模组 如果没有模组的话 请你就按右键 有个插入模组 OK 你也不要没事一直插入太多个 之前我看同学有十几个 然后他这边加了 又加同样的东西一堆 最后他也找不到 所以目前不用那么多 只需要两个就好了 反正你就是按照这样的流程 反正学你基本上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不然的话这些小问题 好 再来的话我们就插入什么程序 一样跟之前一样插入程序 在模组里面插入程序 那我这个程序特别注意 我的那个第一个形态 请务必先把它改成Function OK 之前是Sub 所以基本上VBA的两种主要的形态 第一个就Sub 就按按钮 所以以后你要一键完成 所有事情就写成Sub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制定函数就用Function 这个底下这个比较少用 暂时可以略过 那有效范围通常是Public 就共用 你没有特别意外都是写Public Private是私有的 就是只有这个专案可以用 Public就共用了 不过目前就Public就OK 那我们呢 大概就先一 改插入一个程序改Function 那名称的话呢 我们把它改成叫手机 那这个名称 那你以后要改别的名称也OK 英文名称也没问题 按确定 好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有一个叫 Public共用的一个Function 名称叫手机 那会有个N的Function 接下来的话呢 因为这个Function 资历函数跟 Sub最大不一样 是Sub按下去跑完就算 它不会跟你做任何的互动 但是呢 Function会有互动哦 有没有 它一定会问你问题 然后呢 你要给它资料 如果你给错资料 它最后结果也是错的 OK 所以呢 那问题是 它要怎么给你资料 请特别注意 后面有个刮胡 对不对 关键点就在这里 Sub的后面刮胡保持空白 没有东西 可是Function的 刮胡后面的话 就是要跟使用者要资料 要什么资料呢 要三个资料 一二三 所以特别注意哦 请你在刮胡里面呢 放这三个资料 把它Ctrl C好了 因为比较快 不用再重挡 然后呢 把这三个栏位名称 贴到这个刮胡里面 并且改成中间加斗点 斗点一下 OK 第一个嘛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加第二个斗点 那不要换行 连在一起 OK 所以一二三 三个东西 那将来呢 这三个东西跳出来 它就会在哪边呢 在那个小视窗里面的前面那个名称 实际上我刚刚看到那三个名称 就是由这边来的 所以以后你这边改英文 前面的名称也会改英文 OK 名称这边当然可以自己去定义 好那将来的话选完之后 比如说选一 二三三个东西 那它会怎么做呢 这个叫引述哦 也就是说呢 它选的东西之后的话 它会帮你把它存在这里 所以一存在这里 二存在这里 三存在这里 那存在这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你就要怎么样 帮它把结果串接 串接完之后丢回来给自己 丢回来给自己 所以特别说这个是固定规则 制定函数跟Sub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 接下来请你把手机自己 把它按个Tab 我喜欢缩排 等于什么呢 等于你要把最后的结果串完之后 丢给自己 那自己的话呢 因为游标放在某一个储存格 所以它又会把结果带到那个储存格里面 那所以呢 我们的撰写方法就 先一个双引号09 串接end一个什么呢 后面就是加上什么 加上11嘛 所以把那个什么 电信业者 所以把这个电信业者 把这个引数呢 摆到这个后面 我习惯是按Ctrl键拖拉过来 然后呢end什么呢 门号区嘛 可是要变成3嘛 所以我们可以end什么呢 上一半讲过 可以用format 所以你可以format它 格式化它 然后呢 把那个门号区嘛 带进来之后的话 跟他讲说 我要变成 那个三个字 三嘛 所以000 然后呢 这样的话 不过中间好像少了一个简号 有没有 所以end后面先串一个简号 在中间 然后再end end前后一定要加那个空白 OK 这个逻辑应该看得懂吧 跟那个 上面的sab很像 不过sab是直接去抓 储存格里面的值 再把这个串接好的值 丢到指定的储存格 可是方权不一样 方权是互动的 他会跟使用者要资料 要的是要放在这个后面 那串接完之后再丢给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再丢到储存格里面 所以他是一连串的一个好像资料的传递的感觉 最后当然门后后面有个末码 所以把这个后面呢 这边有没有 把这个end再复制一个 从那个电视线后面这边 那这边把它改成末码就可以了 因为他这边逻辑跟那个驱码是一样的 所以把它改成末码 OK 好 这样的话程式就写完了 应该可以看懂 OK 差一点 那这个也不用死倍了 因为你会的话 直觉马上可以写出来 当然就是你观念要清楚 做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要测试 特别注意 因为很多同学习惯SUB 想说之前那个SUB都是这样执行 对不对 这样执行 可是请注意 方权 他就想说 我一样按执行 他就跳这样 怎么会动 特别注意 方权 不是从这边执行 从哪边执行呢 记得从这边执行 OK 所以制定函数呢 他跟一般的函数的执行方法是一样的 只差别是那个是你写的 内建的是微软帮你写好的 OK 所以这边的话会跳一个使用者定义 我只有写一个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有没有 一二三 这三个就刮户里面那里面的名称 如果你改别的 他会改 他会显示别的 那给他一个 给他两个 给他三个 特别水 你可以先看一下 给他三个之后 这个的结果对不对 这个就是他串完的结果 会丢个还给自己 那因为我 这个滑鼠的游标 放在这个储存格 所以他又会把这个结果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OK 所以基本上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OK 结果都OK了 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满 一样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目的 不过前提就是啊 那个好处就是以后你写完这个啦 很多东西就会方便很多 反正你也不需要知道什么 一二三 谁不会嘛 OK 但是前提你要把这个给写出来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一一样是module2里面 然后插入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特别主要是用function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